那接下来我们来谈数位角位的值的输入 那我们用到的是读取数位角位这一个积木 圆形的积木 那我们一样让它说出来 那目前我们把它接一个按钮 我们把一样把它接在角位6 因为我们前面前面的时候就要接好 把它接上数位角位6 把它接上去 那我们先来读它的值 没有按的时候是0 按下数位角按钮 这边值初步来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什么角位选错了 没有选择角位 我们要读的是数位角位6 自行按下去1放掉0 按下去1放掉0 按下去1放掉是0 这个是数位角位 这个是数位角位信号的读取 数位角位信号就是0跟1 就是0跟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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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